演戲我又想獲獎 一直有很多這些目標或希望 但我開始後期 因為我想了太久想獲獎 我想了幾年 然後我發現還是沒有我份 我就會發現 我想因為自己也是 如果我為了獎而去演戲 其實我演戲我真的喜歡演戲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自己演戲 好像不是進步很大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 是不是真的喜歡 我想清楚 你在想演這個角色有沒有機會獲獎 只是為了得到認同 我得到成就 而不是演這件事有多大的操藝 所以我之後慢慢都會培養 原來演戲也有很多東西值得欣賞 很喜歡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美 最近我們在社群網站裡 就看到她的照片 就把她現在的照片 再加上 叫我年輕的照片 二十年前的自己 簡直覺得好像照鏡一樣 分不到哪一邊才是 二十年前 哪一邊是二十年後 簡直是一個 MIRROR IMAGE 這位朋友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 她是徐天佑 天佑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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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 首先要問一下 防腐劑在哪裏買的 那些 即是可以吃的那些 天佑 天佑都吃的 天佑都吃的 怎麼可以保持這麼年輕 可以說是運動呢 還是有什麼方法呢 可能我的樣子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有改變的 但是我的樣子可能是 那時候已經變得差不多了 長大了 十多歲已經長大了 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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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後二十年去到打喉就不變了 因為我看那張照片 剛剛出到不久的 19歲左右 是19歲左右 19歲 但是我再找一些 早兩年 就真的 不同 樣子也有點不同 再那些是真的 年輕 再年輕 但是那個已經壓日正常 大了 但是現在的生活習慣 是不是都保持得很好的 真的 一時一時 都夜睡 但是我都經常做運動 所以運動可以保持年輕 保養得好 好 今次天佑 做個人發展之後 就帶上他的這份禮物送給我們 自己作曲 填詞 監製 當然還有高佬的編曲 高佬的聯合監製 有這首叫做 沖沖 為什麼運運自己寫了這麼多手作品 你覺得這首歌是時間 跟大家一起見面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去年已經做好的 但是我不斷在那裏改歌詞 所以到現在才推出 但是因為我記得去年 因為真的多了時間 在家裡 因為疫情沒有工作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 其實我想做什麼 我還不可以找工作 不斷在那裏改善 我還不斷在那裏改善 我還不斷在那裏改善 在那裏改善 可能很多人也是 其實 但是其實 所以去年就有些時間 突然靜下來 就會跟自己說 其實你是不是 要安慰一下自己 或者鼓勵一下自己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太過執著 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因為去年有時候的情緒 我覺得感覺好像很不開心 有時候在家裡 因為困住了 那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叫自己 你要開心一點 有時候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一直做這首歌 通常去到那一開始 你說會有不安 即是沒有工作 要找些工作 在家裡的時候 去到有什麼方法 令自己開始安慰自己 其實你不需要這麼急著找工作 慢下來都是一種生活方式 要想很多事情 所以就要思考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一直這麼多年來 就拍完一部電影 我就快點等 希望有另一個角色 接著我又要做一首歌 這個時間 攝攝攝的時間 又要拍一首歌 就是希望 接著我現在拍完 有時間 接著就去旅行 要玩 玩完回來我又要去工作 其實我那個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終點 要想一下自己 有時候想怎樣 我想得到什麼 我想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可能想從中得到快樂 我的生活都要快樂才行 要平衡 即是我每一天 只是快樂時快樂 那天其實不是很平衡 辦公室時間不快樂 那就是我 但也一定要有一個平衡 因為天佑 你也是十四五歲開始 已經接觸這一行 來到今時今日 那你說 樣子外貌 可能就沒有太大改變 但你自己心態方面 是不是已經 你心境都是快樂 你才可以保持年輕 應該說做那張照片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起 十八九歲的時候 自己和現在最大的不同 是什麼 那時候覺得什麼都很好玩 即是我用一個很好玩的心態 不當做事 真的可以不當做事 初頭那兩年 但一兩年之後 我都開始沒有了這個感覺 還是很小 那時候年輕人有沒有什麼目標 我想做到什麼 去哪裡開場 或者拍到什麼 我那時候經常覺得 我要去外國 去那些地方學音樂 繼續 想想怎樣去進修 然後 我也很希望在紅館開演唱會 結果真的開到 然後 演戲又想獲獎 一直有很多這些 目標 目標或者希望 但我開始後期 因為我想了太久 想獲獎 那些演戲 即是獲獎 想了幾年 然後我發現 都是沒有我份 我就會發現 我就想 因為自己也是 其實如果我為了獎 而去演戲 其實我演戲 我不是真的喜歡演戲 為什麼我一直 有時候覺得自己 為什麼演戲 好像不是說 進步很大 有段時間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 是不是真的喜歡 先去想清楚 你在想演這個角色 有沒有機會 拿到獎 只是為了得到認同 我得到成就 而不是在演這件事 有多大的操藝 所以 我之後慢慢都會培養 原來演戲 都有很多東西值得欣賞 很喜歡 今次這首《沖沖》 就和高佬一起合作 剛才的《本心》 可以創作這首歌 都說了 但和高佬 大家之間互相溝通 如何去創作這首歌 又是怎樣溝通 因為和高佬都很好聊 所以我也合作了幾首歌 因為我發現 譬如我自己去監製 如果我自己去監製 都自己去看的時候 那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不知道究竟是否正確 所以我只是覺得 挺好聽 但其實 可能別人聽我 這個沒什麼感情 要找多個朋友過來 幫忙聽一下 所以大家都會 還有會推動一下 他說多錄兩席 然後我說 沒有啦 是呀 然後我突然說 不如你也幾剔 他說 那就好啦 大家互相推動一下 這樣就會 還有這件事 多個人會比較好玩 但你自己就開始做獨立歌手 讓你都親力親為 當然自由度就很棒 但當中也可能會覺得 其實也會有很多東西卡住 有些辛苦的事情 或者不習慣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 譬如可以是一些事情 今天要做的 但不如明天先 拖延正 因為你自己就是管理自己的人 對 這個是幾大件事 還有就要處理很多細節 即是 行政上的事情 即是電郵 很多事情都要處理 即是一首歌 要去安排哪一天 那是否真的可以 要發電郵過去 可不可以弄個符號 很多這些事情都要自己弄 但是 挺好笑的 但是我覺得 我之前 我就是覺得 既然我選擇了 在這個時候 告訴大家 我要自己做獨立歌手 自己去處理自己的事情 我面對到的事情 我覺得永遠都不能說 錯錯 還是對 我撞板 我轉過彎 就繼續走 找自己的方法 很想知道 你剛才說的拖延正 你有沒有找到解決方法 其實我嘗試找一個朋友 我跟他夾一些東西 就叫他 看著你的行程 對 但是我覺得 還是不應該的 那你就不如跟以前一樣 所以我其實 還沒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只能夠說 我今天這件事要做 我現在就要做了 你真的要做 我叫自己做 起床了 萬一真的沒有做到 都沒有辦法了 很放鬆 原來 那你平時 如果你聽你這樣說 你在自律方面 其實就不太高要求 要訓練的 這些要時間 真的要一些時間 要七成 做了的 只剩下兩件 不如不要打著 起碼都先開頭 是的 OK 但太太 會不會都參與其中 他沒有 他只是有時候 我穿什麼衣服 他會比較意見 或是怎樣 Styling 即是跟我說 即是 那些 即是 那些 即是 即是 提示我 是的 助手 是的 助手型的太太 好 如果他正是租了秘孫的角色 老公 明天你要快點搞定這些 臨睡之前跟你看一看 會不會好些 那就很大壓力了 他就很大壓力了 他就很大壓力了 先不想是不是增加太太的工作量 但是他就很大壓力了 好正 今次見到天天 可以自己作一個獨立發展 又可以聽到自己 作曲填詞兼監製的作品 完全可以知道現在在天有裏面 腦海裏面出現了什麼東西 或者想表達到什麼 我覺得作為一個獨立歌手 自己去控制自己的創作 也是一個非常可貴的東西 是的 因為 不過我覺得做音樂 最重要是自己想 當然你真的要有想法 有時候我覺得是那些 不是人人那麼有 我自己想說什麼 其實有很多時候 也有幾成是有些猶疑 對這個世界 但是我覺得 都會是一個 再一次又去認識自己的過程 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件事 你是不是真的想表達這件事 所以我改的歌詞 也想了一段時間 如果我真的不是想說的 或者那句不是我說的 就不要出 就不要寫下去 對 你不要寫出來 這樣吧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